因为没有判断性别 所以如果你如果 假如要变化的话 也许你可以再 再多一个条件 就是他的年纪 到底他年纪是几岁 OK 这个地方的话 多一个这个Edge的写法 然后把之前的部分稍微再改一下 但是跟各位讲一下 这个部分的话 你除了用那个Template之外的话 其实另外一种写法 如果你不要丢一个这个的话 其实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你可以用什么 用那个直接把它什么 这个Return一个什么 Return Respond 就是你如果不用丢网页的话 其实另外一招 你可以把它丢什么 Return一个什么 Http Respond 后面的话你就什么 因为我要的最后的结果是这个 你就是这样 就是里面的话 H就是再把这一个如果我要输出Return 这一串这个文字 但是这个文字里面的话有两个变数 一个是这一个 一个是这一个 所以你可以怎么样 把这个东西切开来 加一个什么 加一个这个Edge印 有没有 这边有个Edge印 把它丢到这边来 那这边的话呢 我要显示的是它到底是青年老年壮年 对不对 所以你可以再把Edge out 串到后面 OK 其实用这样的方式去 去输出 其实结果也会OK 但是会有个问题 如果我假设把它改成这样好了 OK 我看一下 应该这样也可以 比如把它改成35岁 改个60 Ender 这边可能会有Type A 这边要转型一下 Edge 因为Edge印已经被转成Int 所以如果你要输出的话 这边要先转String 所以这边的话 一样要把它转成String 然后再把它做输出 利用这样的方式实际上也OK 这边是智川这个不用转型 如果用这样的方式的话 其实也OK 不过会有比较 另外一个问题说 那个 那可是问题是太巧了吧 没有关系 我前面讲过 如果你不要用那个刚刚的Templates 你就可以直接在这边 加一个H1也可以 有没有 你就直接 但是你丢的时候 你变成要把那个标签 HTML夹杂 夹杂在这个里面就OK了 OK 所以你比如说我这边后面再串一个 那个 一个结束的H1 H1就标题1 然后把这个H1 也就这一串 我全部呢 都 用那个标题1 另外你说那个什么开头HTTP 跟Body那个要不要 其实没有没关系 反正他那个一个网页的结构 他现在的Browse还蛮人性化的 你没加他会 他也可以算你过关 我们来试一下 比如说加这个之后的话 再把它重新Refresh一下 这样有没有 不是也OK吗 所以哪个方法好 反正你习惯哪个方法 或者你要 试情况 像这个如果是简单的输出 那你用Respon就好 你干嘛还要再多一个Templates 因为Templates你还要再做一个网页嘛 对不对 你等于是多一个工 那当然如果你那个网页是非常复杂的话 那你一定要用Templates 如果你用这个输出的话 哇天啊 这个的话可能要丢一大堆那个标签在这边 所以你可能要试情况决定 你要用哪一种方式会最简单 那如果说你简单 一般在练习的时候 说真的这个方法就够了 绰绰有余了 不过这个方法比较适合是那个简单输出 简单的输出 如果太复杂的输出 我还敢不建议你用这个方法 你可能要用Templates 所以这里的话主要是把那个前面 Holo 2 跟Holo 3 做一个变化题 就是我希望能够在网页上面看一下 你输入的是Edge in 及Edge out OK 请各位试一下 这个应该没问题吧 这个如果 而且这些要非常熟悉 因为以后用来用去 反正你跟客户端之间沟通 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沟通的问题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如果你这些都通的话 我会讲 今天无论你将来是用Djungle 或者你用其他的语言 其实概念都一样 就是要解决什么 解决你要如何取得使用者给你的资料 第二个是你把使用者 就user端给你的资料 处理完在哪里处理 在server上处理完之后 如何再丢回去给他看到他要的结果 他不怕就是这样而已 他用最多就是他会丢一个需求 比如说查询 他要查 比如说你要订票 订票你要先知道说 这一天有哪些航班 哪些车次 OK 那不就把它列出来 所以他一定会丢一个需求 然后你就针对他要查询的范围 给他资料 所以他 实际上server就去资料库抓东西 丢给他 那不就是类似 只是说未来应用还是会有一个Data Base 前面我们有讲过 讲到那个Sigle Line 也许把前面的Sigle Line 也许再把它跟Djungle结合 其实就大概也够用了 顶多就是说如果他今天要订票的话 那不就怎么样 不就insert into 确定说这个订单成立的话 insert into一笔订单到Data Base 确定说你这个票已经买了 然后并且再把那个位置update 去状态把它update掉 这个位置已经卖掉了 所以将来 以后你到柜台去查 就查不到这个位置 他不能再把这个位置再卖给别人了 OK 不就是这样吗 所以订票系统 或者是其他的电子商务等等 其实用来用去 大体上也大概就是这样 顶多就是说他外观再把它弄漂亮一点 有没有 图 一定要有一个图嘛 一定要有一个CSS 让它变得外观漂亮一点点 那至于说 背后用哪个技术 一般也不是老板 也不是一般user 都会在乎的 我们现在是为什么用Jungle 因为Jungle实在是太方便 程式也很简单 逻辑也非常清楚 因为我用过的这相关的技术太多种了 没看到这个 简直是 感觉真的是太简单 因为以前如果你写过 用过其他的语言来写 因为他 实在是 这样的话来让一些 一般工作上用的一些 这个表单啊 或需求的话 太简单了吧 两下都做完了 OK 以前的话你要弄一个 这种东西的话 一定要装一堆有的没的 然后又要 花很多力气 才有办法把这个做完 那现在不用了 资料就OK了 这是你以后要做报表 绣东西也没有问题 而且Python support的东西又那么多 你要把它弄成 很漂亮的视觉化的报表 那简直是太容易的事情了 OK